洛杉矶时间11月1日 2018年中国艺术电影展《洛杉矶站》 在阿罕布拉市的爱德华影院拉开序幕 中国著名导演张艺谋的最先例作影 特为本届影展的开幕电影 同时也是该片在全美的首映 此外囊括全部中国戏曲艺术类最高奖项的电影 《挑身女人》也在当天举行了首映礼 在发布会上 美国英龙传媒董事长 中美电影节中美电视节主席苏彦涛 蒙特利公园市市长林达坚 又把林达市市长Jean J. Hernandez 前美国驻上海总领事 美国资深外交官 中国问题专家Jerome Ogden 上海市电影发行放映行业协会秘书长金辉等嘉宾 及影片《挑山女人》的主创团队均丽临现场 中美电影节中美电视节主席苏彦涛 在致辞中表示 非常荣幸能够请到来自上海的艺术家 来参加这个活动 优秀的中华传统艺术 如果能够借助先进的电影艺术 和好莱坞的国际平台 向世界展现中国文化 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用电影展现护具 这种中国传统艺术 是非常独特的手法 希望大家可以欣赏这部电影 中美电影节期间举办这样的一个中国艺术电影的展 来做《挑山女人》的一个手印 所以我们也非常的荣幸 有这么好的传统 中国传统艺术 能够在好莱坞来展映给我们的海外的中美观众来欣赏 随后 蒙特利公园市市长林达坚 又把林达市市长Jean J. Hernandez 美国资深外交官Jerome Ogden发表了讲话 他们均首先祝贺中美电影节圆满成功 也感谢此项盛世 为美国民众创造了了解中国和中国电影的机会 上海市电影发行放映行业协会秘书长金辉表示 《挑山女人》荣获本届中美电影节的最佳戏曲电影大奖 感谢评委对电影的赞赏和对中国传统艺术的支持 更对他们在好莱坞推广中国艺术做出的不懈努力表示感谢 他还指出 《护具》作为上海地方性的传统艺术 本次将中国的传统艺术与现代的电影技术相结合 做出这部电影 希望有更多的人欣赏到这部出色的作品 《挑山女人》制片人著名护具表演艺术家华文 与观众们交流了这部电影的创作初衷 和台前幕后的难忘故事 《挑山女人》故事根据《真人真事》改编 讲述了单身母亲王美英当挑山公 抚养双目失明的残疾儿和一对龙凤胎 17年里磨破140多双姐放鞋 挑短70多条扁担 终于用柔弱的双肩将孩子们抚养成人 这种人们情怀就是那种母亲的那种大爱 那种欺而扑苦苦而向上的那种精神情怀 它这个是最能感动我的 也是我们人类其实是最需要的这样的一种精神 一种境界 我想《挑山女人》它就是一座桥梁 把中国的最质朴的一个关于母亲 关于母爱的故事讲给世界的观众听 看到中华民族5000年以来 这种绵延不断坚韧不拔的一种精神向力 本届中国艺术电影展由中美电影节 上海市电影发行放映行业协会 上海艺术电影联盟主办 期间将展出《挑山女人》 《爆裂无声》 《缝纫机乐队》和《动物世界》等多部优秀的华语电影 《美丽中国记者》现场报道